安徽老渔民夏河捕鱼 撒下15米大网 竟然意外抓到2米多长的黑色怪鱼 没有鳞片却浑身反骨 力大无穷 还命拒捕 本以为这是天上钓的大馅饼 却没想到 等待老汉的不是大富大贵 而是破门而入的警察 最终送给了老汉一副银手镯 还被黑心滥费的女法官给判了6年 这条怪鱼到底是什么来头 为啥能让警察破门而入 连夜把老汉抓捕归案 视频中这个光头老汉 就是本次事件中的主人公 名叫李庚田 家住安徽马鞍山 今年已经75岁了 年轻时 李庚田曾是当地赫赫有名的鱼把头 经常带着百十号人的队伍 在江边捕鱼 在马鞍山市名声大噪 由李庚田出现的地方 就有大鱼上钩 可岁月不饶人 随着时间推移英雄驰木 李庚田渐渐上了年纪 退居二线 不再捕鱼 后来 我国又实行了阶段性的鲸鱼计划 整个长江不允许老百姓私自打捞 李庚田索性直接退休 不再捕鱼 去年九月 李庚田年轻当兵时相处的战友 千里迢迢来找李庚田相聚 李庚田一时兴起 就决定拿着鱼网 再去江里给老哥几个整几条大鱼 模仿着曾经的模样 李庚田再次撒下了大网 心里是忐忑不安 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 自己的手早就生了 可能真打不上鱼来 但没想到 李庚田技术傍身 刚撒网十几分钟 就搞到了一个大祸